大家好,我是阿俊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自制花生酱的做法 炒菜做汤加入一点特别的香 做好装在瓶子里,放一年也不会坏 首先我们准备一碗花生 把它倒在烤盘中 然后用手把它摊平 放入烤箱中,上下火150度烤30分钟 家里没有烤箱的话,可以用锅炒 开小火炒个七八分钟就可以了 花生皮能去下来就熟了 30分钟到了,我们打开烤箱,取出烤好的花生 放在案板上晾凉 然后用手把花生的皮搓下来 烤好的花生看起来里面微黄,这样吃起来很香 把所有的花生皮搓下来放在碗中 然后倒入破壁机中 加入少许食用油 破壁机开低速挡,慢慢的挡 大概打两分钟左右 把花生打成细腻的花生酱 也可以多打几分钟 这样花生酱吃起来更加细腻 打好后把它倒在碗中 一道家庭版自制花生酱就做好了 炒菜做汤加一点特别的香 准备两个干净无水无油的瓶子 把花生酱倒在瓶子中,密封保存 放在冰箱中随其随用,非常的方便 而是